看透新闻神妙 好时辰 预测时事动向 好时辰 正午好时辰 听郑诗成 铁口之段说新闻 哈喽 欢迎来到正午好时辰 我是郑诗成 我今天这个械子 比较政治性一点 但是也可以凸显说 这个问题 大家可能熟悉了解程度 可能都大家不太一样 就是有一天 我们的韩国瑜市场 划完农舟之后 人家问他关于 反送中这个议题 然后他竟然先回答说 不知道不了解 后来当然就引起一些争议 那当然很多人去看懒人包 什么叫做送中这样的议题 所以我们今天要好好谈这个议题 为什么在香港 引起这么大的一个示威抗议 当然他们说有上百万人 那香港警察预估 大概就是 大概一二十万人 那anyway 就说这个这么大的一个示威 到底是为了什么 那什么叫做送中 为什么香港人要反送中 那跟台湾两岸三地之间 到底他的关系什么 我们今天非常高兴请到的是 这个两岸政策协会的秘书长 王志胜 王秘书长来到现场 哈喽 志胜你好 是主持人郑大哥好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王志胜也是来过我们节目 是 因为很多人不知道什么叫做送中 他知道那时候战中 他知道 送中不是台湾那种送中 是欧米豆腐那种送中 送出去的送中国的 送去中国的送中 那到底它是什么样的条例 林郑月娥到底为什么要制定这样的条例 就是香港特首 是事实上送中这个名词 是因为6月9号 这一次反送中游行 才出现这个名词 对是送中这个 其实跟原来在谈的 我们叫做逃犯条例 就是我记得就是 两个香港人到台湾来 然后一个香港人杀死 另外一个香港人 就逃回香港去了 可是因为我们 因为属地主义说 我没办法引渡回来 对事实上是这样 就是说他是一对香港男女朋友 男女朋友来了台湾 就这男生呢 把女生在台湾给杀害了 而且是一尸两命 对 那个女生的怀孕 然后台湾给杀害了之后 那男生就跑回香港了 那香港的法律很特别 有两个状况 第一个状况就是说 他不在香港发生的 这样子的一个罪责 他不去追究的 反正属地主义啦 对属地主义 你在境外是你的事情 香港在美国在哪里杀人 回到香港不关他的事 对 所以这男生到香港的时候 回到香港没事了 那第二个是香港跟台湾之间 没有我们所谓的所谓的引渡或司法互助 所以台湾这边 虽然搜集了很多完整的证据 而且最正确凿 可是第一香港 香港警方没办法踩任 又没办法把这个香港男生 拉回台湾去做审判 那其实这是去年三月的事情 其实这一年过程当中 我们知道这个香港女生的家属 透过各种方式向香港陈情 那香港的政府其实 说实在香港的社会语情 也很同情这个案子 因为其实真的是不公不义 没道理啊 对啊 大家都知道是你杀的 你也不否认 但是却没办法判刑 因为这还有一个问题就是 以后香港人要犯案了 我就把你带到国外去 对 带到台湾来就这么方便 把他怎么样之后 自己就跑回去就没事了 这个问题很大 还很严重 对 那其实在这个问题上面 香港就变成一个死结啦 对 那这个也因为这个人要是触发了说 香港特区政府的时候 那到底怎么解决这个案子 才有所谓逃犯条例的修正 所以我刚刚说 其实送中原来叫做逃犯条例 那为什么逃犯条例 最后是反送中呢 对 因为逃犯条例它的修正是这样子的 它就把香港本身内部的这个 它这个也就叫逃犯条例 这个它本身的内部法律 增加了一段文字 就是说未来 在任何在这个中国大陆 在台湾 在澳门 就是以整个中国大陆的概念 就是一国四个地方嘛 犯罪的这些逃犯 回到香港之后 他都可以把他遣送回去 依照中国大陆的法律 遣送回中国大陆啊 依照台湾的法律 遣送回台湾啊 这样乍听之下 的确解决了这个香港男生 蛮合理的啊 对 而且他只是 请注意哦 他不是新的法律 他是修法 他修法 他把这个文字加进去 原来没有 原来没有 为什么引起这么大的反弹 他一定有些文字是敏感的 对对对对 他的文字是这样子 就是说 实际上是这样子 可是 照天下的解决个案 可是你后来发现 大家发现不对 变通案了 为什么 就是说 事实上 香港特技政府的 整他的那个法律设计里面 就他没有那么明确 他只说是特殊遣送 就是说 你如果是有犯了中国大陆 或者是台湾 相关的重责 就是五年以上的 这种徒刑的 这种法律 你是可以经由这种方式 去送回去中国大陆 或者是台湾的 那问题是 你触犯中国大陆 或台湾五年以上的徒刑 这个怎么认定呢 是变成是由香港的 特首 对就是由行政部门 提送 之后 他不用经过 这个相反的相关的 司法部门的审议 你就可以送回去 是一个 第二个 你这个什么五年徒刑以上的 是这个准距于中国大陆 或者是台湾的法律 那这样子的结果就是 变成那个 那个 那个 遣送的范围就扩大了 扩大之后 大家就开始想说 那我未来是不是 任何有可能触犯到 中国大陆的法律 五年以上的相关的法律 就被认定是重大 可能就被香港特殊证委 被认定是你所谓 有重大犯罪 就是特殊犯罪 然后就遣送回中国大陆 我们知道 中国大陆最 最争议的 或是最 最 最这种让大家觉得 不确定的 一个罪责 就是所谓的 颠覆国家政权罪 OK 那颠覆国家政权 这个名可大个小 那最有名的例子 就是前几年的 这个李明哲的案子 对 他就是以 颠覆国家政权罪去判 那 换言之 如果逃犯条例通过 我们把它设想一个 最 不见得会发生 但是会造成大家疑虑的状况 任何一个人在香港 请注意哦 他的逃犯条例 他不限制是香港人 只要在香港的民众 台湾人 大陆人 香港人 美国人 都可以 你触犯到了中国大陆 任何一个 可能刚刚讲这种 所谓的特殊犯罪 香港特区政府 就有这个权利 提送这个名单 不经过香港的法院 同意 把它送回到中国大陆 去做审判 那这个当然就引起 香港人很大很大的恐惧 我本来只是一个个案 那这个个案是 因为这个香港男生 杀了人嘛 那就是罪证确凿 就最后怎么变成 全香港的人 都有这种 可能随时被遣送的恐惧 难怪 对 刚至盛讲这个 就我就是豁然开朗 为什么 为什么会从送中 谈到一国两制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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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这里说 你明明说我一国两制 其实感觉上现在 因为这个送中条例 变成一中一致 对 这个一个中国 一种一种制度 对 没有主持人讲没有错 就是说香港的一国两制 有一个很重要的特色 就是所谓的司法审判权 对 虽然在基本法里面规范了 这个全国人大 有最终的司法终审权 可是从1997年香港回归 到现在为止 全国人大的司法终审权 大概就发动不到五次 那是极为具有争议性的政治议题的时候 人大才会发动司法终审权 所以当你的司法审判权 你在朝贩条例当中 等于自己把那个司法审判权 让渡出去 到了中国之后 那当然对香港人来讲 它就形成一个很大的冲击 就是说 那我从送中 我原来一国两制里面的 那个司法独立的权利 是不是就渐渐渐渐 因为这样被侵蚀或流失 所以这两件事情就连结在一起了 那对香港人来说 它形成了一次一种 不确定的恐惧感 就是我不知道 未来我在 譬如说我在FB上面发什么东西 或者是我在社群媒体上面讲什么话 或者是过去像战中运动 这样子比较激烈的 在香港的这种运动 是不是都所谓触犯了 刚刚我所提到的 中国大陆相关的法律 所以以后想动这个法 就用动这个法 对 因为 我觉得是这样子 当然不会那么夸张 一定会动 但是当你一个东西 放在那里的时候 大家会有恐惧感 对你形成一种寒残效益 不要错 所以其实我们也可以看到 6月9号这一次 那他就把那个 炒犯条例 就直接化约等为送中条例 OK 对 事实上还有送台送澳门 都有 但是因为 最大宗是在中国 而且中国的司法制度 中国大陆司法制度 其实 坦白讲 大家的不信任感 对 跟那个 那个 恐惧感是存在的 就是说 就是大家对于中国大陆 目前的这种司法状况 就是觉得还有 还有很大的海淡空间 对 因为我知道香港人在 97回归之后 他 第一个就是说 他们虽然可以 可以投票 选出特首 但是呢 他们说叫鸟笼 鸟笼 鸟笼笼 因为我是给你名单 然后这些名单 才能选出人来 你要在那个名单里面 这个名单是要经过确认过的 然后他们现在 香港人说 我们现在跟大陆 比较不一样 跟内地比较不一样 就是说 我们现在有自己的司法 独立的司法 港英时代留下来 是这种所谓的 就是英国法系 它不是那种传统大陆法系 这个也是他们以为 他们有陪审团 他们有自己的 对 Brain jury 对 他们有他们自己 独立的司法制度 但是他们很以为 其实这个送中条例 或是我们叫逃犯条例 等于 覆盖了这些 所有的司法审判的过程 对 我只要认定你是 就是 大家会去 恐惧说 我只要认定怎么样 这审判就没有了 就没有了 然后可能就可以 送到中国去做审判 可是 可是我不晓得至少 香港人就这么 对法制观念就 这么的强烈吗 怎么会引起 这么大的反弹 是不是也有一些 效应在里面 是不是也是趁机会去 发泄对中南海的 不满 会不会也是这样 我觉得是这样子 这是一个长期的 积累的过程 就是说 事实上 这一次的 反送中大游行 依照民间团体的 宣称是103万 那就算是 依照香港警方的 宣称是24万 也是很多人 这个都是 97年回归之后 最大的一次 第二大的 是2003年 那时候反基本法 23条 就是所谓的 国安立法的时候 那时候 民间团体 号称是50万 这是两倍 全香港也不过 就700万人口 那就回到主持人 刚刚提到 为什么香港民众 会有这么大的反弹 我说那是积累的 一种过程 那积累的过程 就是说 其实从香港回归之后 对于北京 或是对于中国大陆 这两种 两种那种 感受 还有情绪 是不带积累的 一个是 虽然是一国两制 但是中国大陆 不断不断 透过所谓的 比如说爱国教育 然后透过大量的 这种大陆的人口 进入香港 然后慢慢的 再把香港 想要把 跟中国大陆连结 或者是所谓的 我们讲融合吧 你就说制度不同 但是我利用人口稀释 再向思想改造 这样一个过程 对 然后政策施压 让你还是 还是最后变成大家 一国两制变一制了 对 这个让原来的香港人 其实是有反弹的效果 其实2014年的战中 也就是这种感觉 有这样的感觉出来 这是一个 那这个是对于 中国大陆 在所谓 情绪上面的一种反弹 这是一种 那第二种 就是刚刚讲的恐惧 那恐惧的来源 更多是来自于 这一两年 中国大陆 透过 不管是透过港府也好 透过中联办也好 去紧缩了 对香港的一个政策 最著名的就是 这两年发生 所谓铜锣湾书店 零容机的事情 这个事情其实闹得很大 就是怎么会突然间 被消失 然后就后来发现 人已经关到深圳去 然后三个月之后回来 大家找不到那个老板 找不到老板 对 那而且这个罪名 也是很莫名其妙的 他后来当然 关押了三个月之后 是无罪释放 可是这种 那香港人就已经 已经有了一个 先入为主的恐惧感 说原来 我们可能因为 卖禁书 所谓的禁书 在香港是没事的 在中国的 那可能就被 莫名其妙的 关到中国大陆去 那因为这样的事情 逃犯条例 就多了那个缺口 是说本来只是个案的东西 逃犯条例把它法制化了 这让香港人的恐惧感 就出现了 所以这一次的游行 我觉得是恐惧感 再加上过去的那种 反中情绪 堆叠上去的结果 才有 在97之后 这是史无前例 最大的游行规模 这出现 那这剩 讲了一下之后 大家大致了解 什么是送中条例 那目前 到底香港人在恐惧什么 为什么这么大规模的 社会游行 我们再来谈一谈 因为 显然这一次的游行 是有效的 所以香港立法局 已经暂停了审议 那再来呢 再来到底会怎么发展 我们待会再继续谈 哈喽 欢迎回到政务好时辰 我是郑师成 今天非常高兴 请到两岸政策协会秘书长 王志胜 来谈谈 这个香港大规模的示威 来进行所谓的反送中 这样的议题 在最近这几天的报纸 还是陆续有在报道 为什么 因为 这个示威游行的 情况好像蛮惨烈的 你知道为什么 香港警方用了 类似这种布袋弹 然后还有塑胶子弹 那布袋弹是那种 类似那种叫做 一般叫散弹 如果真枪叫散弹 打出去后还会散开 散开来的 可是它散开来以后 如果你有距离的话 它只会让你痛而已 因为它是塑胶的 塑胶的子弹 可是如果近的话 它那种当然有那种 爆发力 蹦一下 听说这样造成一些 受伤的情况 对不对 所以不是七十几个人受伤 对没有错 然后叫塑胶子弹 然后现在情况 我问你 现在好 香港立法局的这个条文 然后现在暂停审议了 然后就没了吗 我想恐怕还是会持续 这个争议恐怕会持续 这争议 在这个6月12号 在审议的时候 其实就是如同刚主持人 所提到的 第一因为 这个从6月9号开始的 那个反送中游行的 余波荡漾 其实到6月12号 其实香港蛮多所谓的 罢客 罢市 罢工 然后去包围了那个立法会 立法会因为这样被迫 所谓延缓了这个审议的过程 可是香港特首林郑月娥 她还是强调 她蛮坚持的 她蛮坚持 她说我们也要退让 我没有要撤回这个议案 那北京也支持 对 北京也 罢了也支持 然后再来还有一个状况 就是说 香港的警方 就刚刚这个 是那个所提到的 事实上也动用了 一定程度的这种 你把它叫震报也好 叫驱离也好 武力 对 对 那到那一天 光那一天 就是72个人受伤 对 那这个引起了 另外一波新的尖锐的对抗 就是说你怎么可以动用这些 就两个问题了 第一个就是 你怎么可以动用这种 伤害性的武器 来面对你这些民众 而且重点是 你造成了相当程度的受伤 而且这样的武力 就是刚刚神达有介绍到 它是就过去的 香港世卫游行的历史来看 没有动用过 没有动用过 这么强力 不带弹 了不起就是胡椒水 对对对对 如果大家对那个战忠 或是对那个 那一次的 这个湾仔的这种 胡椒水 对对对 顶多就是胡椒水 那动用到这个其实是 几乎是没有看过的 是 那所以我觉得 这会引起另外一波新的对立 跟冲突 就是第一个 那第二个是刚刚讲的 林郑月娥她并没有要退让 那她也只 她顶多就是说 那我们六月十号不行 没关系 我们往后延 我们下一个礼拜 六月二十号再来审 再战 我再插话一句 因为大家这样更会怀疑说 是不是中南海的授意 让你态度如此强硬 对不对 那种感觉 所以会让香港人会更加的不爽 就是没有错 就是说 因为本来你的态度就 就没有要软化的迹象 那这么大规模的抗议 其实也没有经过有效的对话跟沟通 那你对于这样子的民众 你采取的方式却是 比过去战中更强硬的这种 算镇压的一个方式 而且根据香港特区政府 发给香港这种警队的这种声明 也把他认定这一次是一种 这种算是暴徒的行为 所以要采取镇压的方式 那这个一来一往的过程当中 会激化了这个相反民众 跟香港特区政府之间的对立 那北京当然是站在 支持香港特区政府的立场 可是我们也知道 北京常常会把 该怎么说呢 就是把救火当成放火 你北京这个态度一出来 那让香港民众更火大了 那时候原来你们两个 真的是刚才说 原来你们两个就是同火的 站在一线的 那当然会让更多的香港民众 我觉得会在投入这样子的 一个反对当中 可能这个北京政权 可能在这个方面 就是不要表示太明显的态度 对 不然的话让林郑月娥更难做 对对 那你不太 你北京不来出来讲 然后连国台办也出来参一咖 那你又把一国两制扯在一起 那其实你让香港特区政府 是非常非常难做的 它夹在中间 所以这个事情 我觉得恐怕 即便是到6月20号要再次审议 恐怕都没这么容易 那接下来你又碰到七一 那七一每年都有固定一次大游行 也就是说事实上 我认为在7月1号之前 恐怕这个事情要强势 为什么7月1号固定会有大游行 因为7一香港回归啊 香港回归 每年就有固定的人去游行说 我们香港会怎么样 所以97之后就每年7一都会大游行 但是人数不多 但是人数都其实是每年在下降 但是恐怕 这一回恐怕 对这6月到7月很热闹 64是30周年 香港也是好久没有这么大规模的游行 然后这次反重中 你看这是它有史起来最大的一次 然后你接下来又 如果6月20号这个事情没有处理好 接下来又7一 那个反弹的规模会更大 所以这么说吧 对 6月20号香港立法会吧 对立法会 立法会还要处理这个案子 那里面那些所谓的敏感性的文字 哪些是大家认为要处理掉的东西 还是大家认为 根本这个修法 大家从头到尾都反对 里面的所有文字 就是修了这些字 大家都有意见 应该这样讲 就是我刚刚说的 在那个条文里面 就是刚刚讲的特殊潜送 这个文字 那特殊潜送它是一个 模糊的字眼 它并没有精准的去做界定 你就说比如说你是杀人或怎么样 类似这种你要界定非常清楚 不能说特殊潜送这四个字 它在立法的文字当中没有 但是香港特殊政府 其实在说明的过程当中 有说第一个经济犯罪绝对不送 金融犯罪 对因为对香港来讲 所谓的经济自由 金融自由 这是香港之所以独特的一个很重要的命令 也是他们经济发展 目前你看他们的股市 对 两三万 他们的这个房市股市经济发展 都还很不错 最主要原因就是经济自由 对那经济自由 那香港英语维傲也是作为一个 所谓全世界最重要的这种金融重镇 或经济重镇 香港股市是全世界第六大的股市 台湾的市值大上非常非常多 大多啊 对啊 你看富士康是在香港上市 是啊是啊 所以光你看这样子 那所以这也为什么 这一次逃犯条例 各位听众朋友如果注意到 它不只是香港人反对 其实在这次反送中游行的时候 你看美国跳出来 英国跳出来 是啊 法国跳出来 我看CNN还就都做一些专访 各个国家都跳出来 原因还有其实一开始 在这个逃犯条例在审议的时候 香港的美国商会 就已经表明了他们反对的立场 OK 原因很简单 你这个东西如果通过了 我住在香港的外国人 我在这边香港的投资 我会不会因为触犯到了中国大陆的某些法律 结果被送回中国大陆去 而且现在中美贸易大战 对 所以事实上 事实上 香港的外国人或外资 对这块是非常焦虑的 这个部分也构成了香港的另外一个 刚刚讲的另外一个状况 就是说 你这个地方定义不清楚的时候 让那些外资或外商或外国人 本来在香港居住 认为这是一个相对自由 而且是健全的法治环境 多了这样子的不确定的法律概念的时候 而导致让他们在那边是开始产生疑虑 那有可能撤资啊 有可能就因为这样跑掉 那这个对香港的未来整个冲击 是非常非常巨大的 所以为什么说这一次的反送中条例 你看以前什么占中运动都是年轻人出来 这次的反送中 为什么会有罢工罢客罢市 不是只有年轻人 成年人而且可能连一般的这种外商 都会跳出来反对 是因为他可能在不确定的这种文字下面 影响到了他未来自己在香港生活的一个权利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除非香港特区政府在这个逃犯条例当中 很明确的决定 我未来要遣送回中国大陆的样子 是哪些人 可是这就很困难 为什么 因为我要遣送回中国大陆是因为你在中国大陆 你触犯了中国大陆是什么样的罪 他不是触犯香港的罪子 所以回答你看像那个香港的那个杀人 那个男生他是触犯了台湾的法律 所以他触犯到中国大陆 那就讲不完了 因为这个条列 太多了 太多了 所以他不可能一一的列出来 那一定有挂一落完 所以他只能用这种概括式的字眼去做说明 那问题是概括式的字眼就提供那样的模糊空间 那这就造成了刚刚我们讲的在这个逃犯条例上面的矛盾 所以他会是一个很不好解决的难题吧 对 那所以改到6月20号也很快就会到了 那难道那以多代变最后的结果你还是要面对啊 所以说现在 不容易 现在恐怕那个香港特首包括立法会恐怕也欺负南下 我觉得对没有错 就是说对特区政府来讲 他现在处于一个欺负南下的过程 所以你看到美国总统川普刚刚那个 是那个提到说现在在中美贸易战的一个 一个最最最最激烈的时候 那连川普都出来讲话了 但是川普讲的要注意他讲的很有趣 他不是在批评这个特区政府或批评逃犯条例 他在讲什么 他讲的是说 他有注意到就是这样子的一个示威游行 是他这辈子看过最大的 事实上真的很大 他是用这样的方式来说你们在干嘛 然后下一句他说 他觉得这个事情很严重 北京应该要好好的妥善处理 他这个他等于是给 给北京 这事实上川普讲到是真正的重点 你今天香港特区政府恐怕解决不了这个问题 你现在是北京的态度 林郑月儿也是 他今天林郑月儿为什么还可以这么强硬 因为他抬头往北一看 北京还在给你鼓励 还在给你支持 所以他就只好继续干下去 但是如果今天有一个台阶 让北京可以在这个议题上面有点缓解 那我觉得这个恐怕是目前 真正唯一解决这种逃犯条例 尖锐冲突的方式 可是台阶在哪里啊 这个要糟了 有他的困难 说是很简单 因为又要就说 他必须要避免 避免这么说吧 我认为这个 这个所谓的逃犯条例 基本上也是有必要去修一些东西 比如说 没有错 老师如果说两岸三地都这样子 不就是属地主义 然后就跑回香港 这个更多的案例是 其实是中国大陆跑回来 对 我们都知道从大陆跑回香港 是非常容易的事情 因为我们前面看港片也没有 他们香港有个叫大圈仔 就从大陆过来的 然后干完一票 或是杀人越货 或什么就跑回中国大陆 香港没责 那我们真的要避免 所以怎么样找到一个 不要说和谐 就找到一个大家都能够接受的 因为这个事情也势必要解决 不然的话 以后香港人到台湾人 不是弄台湾人 香港人是弄台湾人 那怎么办 所以这个东西 我觉得一定要找到个点 然后这个点到底在哪里 恐怕这个 要非常高度的政治技巧 好我们稍微休息一下一句 欢迎回到我们的郑文好时辰 看透新闻玄妙 好时辰 预测时事动向 好时辰 郑武好时辰 听郑诗成 铁口之段说新闻 哈喽 欢迎回到郑武好时辰 我是郑诗成 今天非常高兴 请到两岸政策协会秘书长 王志胜来到现场 志胜问你一个 比较敏感的问题 有人说 这一次香港是利用 这样的一个名义 有人这样解读 说把港独跟台独两个做一个 类似这样的结合或是这样子 你对这样的说法是怎么样去解读 因为这个 我不是说这个是真的 因为有人这样解读 我觉得过度想象了 这样子 事实上 如果熟悉香港的朋友都会知道 其实香港在支持所谓港独 很精准的港独 就是香港要独立 独立成为一个国家 几乎很少很少 香港人也没有这样的意思 香港人强调是他的本土意识 了解 跟香港作为 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特区 一部分的 他想要维持他的独特性 就是他想要维持 一国两制里面那个两制 而不是要去挑战一国 那所以把港独跟台独 要把它做一个结合 然后说 因为要利用这一次的 有点夸张 对我觉得是过度解读了 但是你不能否认就是说 的确香港的年轻人 跟台湾的年轻人 利用了 想要利用这一次反送中游行 或者是送中条例的争议 去扩大或者去强化 这个在香港 这种所谓自由 或者是法治权利的一个争取 那这是继所谓战中运动 以后 想要利用 难得这样的突破口 想要表达他们这些声音 我想这个是有的 但是这个声音就是等于港独 或等于港台独河流 我觉得这个是过度的解读了 对 OK 因为这个致胜是两岸问题的专家 因为你知道 当一个新闻事件出来的时候 就会有各种解读 对 就会有各种想法 就会有各种看法 然后把它扩大解释 对对对 难免都会有这样 这种解释 其实对香港人是不好 你知道为什么 港独跟台独结合 那到时候可能就 那个用的力道会更大 如果去镇压力道会更大 对不对 我觉得会 对 要小心一点 所以我觉得我们还是要 就这个逃犯条例本质 刚刚我觉得前面 我们在讨论很多 对对对 就是这个法案的本质 引起了一些 不确定感 或者是恐惧感 那个才是为什么这么多人 上街头的主要的原因 对 他们倒不是反对一国 那是反对说 这个是他自己的两制 可能因为被这样被消灭掉 这整这个东西 虽然拖到六月二十号 可是六月二十号 不少会怎么样的处理 可是就是说 大家认为说香港警察 用这么高的手段 又另外一种解读 会不会成为另外一种六四 我觉得是这样子 就是说 基本上我们可以看到 它毕竟是香港内部立法的过程 那只要我的焦点 都还在这个范围之内 Focus在这个所谓讨犯条例 并不是往外溢到说 是香港的地位啦 香港的定位啦 我觉得即便香港 有解放军驻守 不会去动用到这样子的一个状况 对那个问题就到了 我觉得这一点 北京还是有自知之明 特别北京自己处于多事之秋 你要知道 在六月二十号前后这段时间 G20 习近平要不要参加都是一个问题 再来 即便参加了中美贸易的问题 因为在这里获得解决 那我们可以看到 在六月初香格里拉会议之后 其实中国跟周边国家 或者特别是跟美国 在南海或在周边的安全的议题上面 其实也是尖锐化的 有尖锐化的 对所以它自己的问题这么多 它如果在香港的问题上面 再用军队的方式 去有更多的冲突 我觉得这个是跟全世界为敌 特别是这个反送中的游行 是全世界都在看 全世界都在关注的过程 所以我觉得北京 主观上 不会去做这样子的一个 操作 对操作 那客观上也没有这样的条件 让它去做这样子的一个推动 对 不是我是希望这个事情能够平和的落幕 是 因为香港也影响到整个两岸三地 包括台湾 那当然 对 所以现在 就说当警方动用这么大的东西 那现在 现在只是 怎么讲 中场休息时间 对 他是打延长散你知道吗 对对对 那到6月20号我也不晓得 香港立法会会有什么样的好主意 那我们开玩笑讲说 6月20会一战战不完 搞不好还要再继续延长 这是五战三四 还七战四 还不知道 对啊 那这个恐怕会一直延烧下去 是有他的压力的 所以你觉得最后的结果会是怎样 就是我不能讲结果 对 会是怎么的演变 我觉得啦 以我们过去看 譬如说在谈那个香港特首普选的那种例子 我觉得最后的发展方向可能会是 第一个 逃犯条例还是会推动 还是会推 但是就如同主持人可能提到 说他这个香港特首政府 他恐怕要在这个法律里面 有更精准的名词去界定 即便是国内法 我还是可以用国外的引渡 这种引渡公约的概念 政治犯不遣返啦 什么军事犯不遣返啦 这种什么什么不遣返 就是他把那个国际公约的概念 放进来 放进来 对 那这个放进来的过程当中 让这样子的一个逃犯条例 他具有国际公约的那种 引渡的那种精神在里面 这个大概可以消解部分人的疑虑 但是你说要他撤下来 我觉得 不太可能 以特区政府跟北京 这几年从战中一路下来的一些例子来看 其实不容易 但是即便做了这样的退让 最后通过了香港民众跟中国大陆之间 我觉得那个疏离感知会越来越强 也就是说就算因为就算这样好了 它是一个比较好的通过方式 可是没办法消解 我们刚刚讲香港人当中心里面那个恐惧感 跟那种对中国的反感 这个恐怕消解 对啊之胜 是不是从97之后到现在为止 香港人跟中南海之间的那种 那种紧张态势 一直存在着 只是说或紧或松一点点那种概念 对 事实上精准的要讲的话 我觉得是2003事实上1997到2003这段时间 你看哦 这个我觉得北京讲的是对的 其实你要我们是客观的来看 97金融风暴 的确是北京帮助香港度过了 2002 0 3的SARS 的确SARS之后的香港 整个经济的垮跌 的确是北京透过自由行 而且我记得索罗斯的量子基金 也曾经攻击过港币 后来也是 也是北京最后住他的 那就是北京说要钱我比你多的是啊 不然港币就被公罢了 那香港那个罢了就不是这样 所以就是论事 1997到2003这段期间 的确在一国两制的过程当中 北京帮助香港度过了很多的难关 让香港维持了现在的这种所谓的经济的领先的评论 是是是这个这个我们要讲之话 可是2003之后因为大量的自由行 因为CIPA的签署 然后再来因为特首这种普选的争议 一路下来就急转直下一直到今天 他们香港人后来对陆克是非常感冒 非常反对 因为他们不是不能说 就是陆克到香港 当然提供一些所谓一些购买的 购买的一些一些让香港维持成长 可是他们说你们把我的奶粉都抢光了 而且我用一个素质给各位概念就是 陆克一年到香港的人数是4000万 是啊 香港人不过700万 你看台湾台湾最高峰的时候 满航总统执政的时候 最后陆克一年来台400万 我们都已经快哇哇叫了 香港那么小一个地方4000万 比我们台湾小多了 所以你能理解香港的心情 因为他说 为什么后来香港人还蛮喜欢到台湾来旅游 他们觉得香港人路客实在太多了 多到已经影响他们的生活品质 对没有错 香港香港的 我记得他的房地产是全世界最高 对没有错 因为第一个他地方小 第二个他不会地震 所以越盖越高 路资可以进来嘛 所以那个资源不断的堆叠 所以他香港就变成那样子的一个情况 所以你现在香港人对中国的反感 不是因为九七 而是后面这一个 后面这一些 所以你会想为什么是年轻人 因为九七之后的年轻人他出生 那时候他发现不对 我生活在香港怎么是这个样子 所以他对中国那个疏离感 是后来才出现的 所以这个问题才会不断不断的堆垒跟持续下去 因为香港地方小 所以香港 我记得他们有部电影叫做龙民 龙蛮 对不对 他们住在非常小的地方 然后只有可能不到时平的空间 要住六七个人在上面 所以他们觉得我们自己地方已经够小了 你们陆客还来 可是陆客虽然有消费 对他们来讲 对整个的生活 整个的生活环境 受到相当大的挤压 没有错 对 好 所以休息下去会到我们郑文豪市城 哈喽 欢迎回到郑文豪市城 我是郑市城 今天非常刚刚请到两岸政策协会秘書长 王志胜 志胜来到现场 谈谈这个反送中这样的一个大活动 我先讲好了 因为我们来讲台湾的台湾 对台湾 对 我说基于延烧下去 最后是小英总统会捡到枪 他其实已经捡到 对不对 他现在已经捡到 因为事实上 就刚刚我们前面有提到 我说反送中 最后跟一国两制画上等号 那反送中变成反一国两制 那事实上 这其实在台湾社会延烧的话题 就是往这个方向去驱动 就是大家都开始检视 一国两制目前在香港 强攻还是失败 那你看看 其实包括蓝绿的政治人物 其实纷纷表态 就说要不就批评一国两制是失败的 要不就又再次的强调 台湾绝对不会接受一国两制 那这个其实是激起台湾民众 对于一国两制的反感 那当然这个对 对今年年初习务点之后 小英一直在反中的 这个部分 或反正一国两制的部分 那当然对他来讲是有帮助的 对 可是自成我们这样讲 其实就是最后 我认为必须要签 必须说要有这样一个条例 因为这是对我们台湾来说 也是一种保障 你不能够因为属地主义 所以到时候人跑出去懂 我们现在你看林克颖 酒驾撞死了 我们到现在都还弄不到他回来 他还说台湾的这个什么 环境不好 没有环境不好 用这个来打上书 简直是胡说八道 不是我就很生气 你知道台湾这样撞死人 然后就跑出去跑回去 到现在我们已经审判完了 已经判刑了 到现在得不到人 对没有错 对那所以 那香港距台湾更近 对不对 那香港跟台湾的关系 或是澳门 那你觉得台湾要用什么样的态度 去处理这个事情 当然不要把它政治化 因为政治化对台湾 基本上对政治人物有利 对一般民众没什么好处 我觉得如果先谈逃犯条例这件事情好了 就逃犯条例这件事情来看 他未来对 假设他通过 假设他通过 他基本上对 我觉得台湾政府自己要好好想一想 会有两个冲击 假设他就这样通过了 那第一个会有更多的零融机 我们都知道零融机现在在台湾 他想要留在这边台湾居留 然后最后变成台湾人 他就不想回香港了 他有时候他不敢回香港了 会不会有更多的零融机 这样子前不后继来到台湾人 那我们的政策 跟我们的容纳力量 到底有多少 而且我们该不该容纳是一个问题 我怎么容纳会影响到台港关系 台港关系又会涉及到两岸关系 那这个部分我觉得政府是要有思考 就是静下先好事 这问题你怎么面对 就是不能为了短期的政治力去伤害 不是只有喊说我反一国两制就解决了 这个部分恐怕要去想一想 那第二个 就是说假设逃犯条例这样通过了 那未来 我觉得讲 我觉得有些讲说什么过境啦 转机你可能怎么样就被抓走 我觉得那太夸张了 但是你的确 台湾人是不是会有类似 未来类似李明哲的这样子的事情 在香港境内发生 而被遣送到中国大陆的 那我怎么保障我台湾人在香港的人身安全 这个也很麻烦 不要忘了 我们现在连香港事务局就是驻港代表 一直派不过去 我不知道 他们不接受 所以我的驻港代表 他到现在还流在台湾 过不去 那当然这是政治因素 所以这个部分台湾的人身安全怎么解决 这是一个 又是另外一个问题 这是指逃犯条例这个层次 那我们撇开台湾条例这个层次 在网上讲一个层次的话 就是那我怎么去思考台港之间 未来的关系 对这种 这种司法互助问题的解决 尤其是这种社会案件的关系 对 他等于如果你不去 你等于标示说 香港人原来可以来台湾犯罪 跑回去就没事了 对对对 我觉得这个好 这个戏于两边啦 对台湾来讲我觉得问题不大 我们台湾一直在呼吁说 我很愿意跟香港签署 司法互助 这个从马英九政府到蔡英文政府 一直都是这样子 那事实上两岸也签了形式司法互助 那为什么香港没有跟我们签啊 香港他可能有更多要考虑到北京的态度 香港没有跟中国大陆签 他没有跟中国大陆签之前 他跟台湾签 这个听起来也怪怪的 都可以签嘛 对 大家都来签嘛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台湾的方面是开放的 我们希望是通过这种双边的互助的协议 去解决这个问题 那港府不去走这条路 我觉得是比较可惜 对 那我觉得这个才是根本知道 因为这个东西你才符合整个国际的游戏规则 你不是用国内法去做 或者是区内法去决定这个问题 你是用双边的这种 这种具有普世规则的方式 来处理这样子的一个争议 这个的话才是比较好的 我认为啦 我们根本不要扩大解释这个事情 扩大解释是政治人物的事情 我觉得要去缩小解释什么 就是要保障台湾人的人身安全 没有错这才是最重要 对不然的话真的是香港有大圈仔 然后以后我们有香港仔 当然我不是说香港都要台湾来犯罪 难道我们有澳门仔吗 对 这个就很麻烦了 对对 所以这个我们不能提供任何一个有心犯罪人 是一个非常轻易可以逍遥法外的管道 现在这条管道已经已经有人看到了 所以势必要防堵 对 所以怎么去防堵 这才是我们要解决问题 我们要去思考的问题 对 所以不要去把它太扩大解释 哇 今天很棒啊 就非常高兴请到这个两岸政策协会的民主长 王志胜志胜来到现场 跟我们讲得非常清楚 我认为啦 尤其台湾民众 不要人云亦云 就是你要知其然 要知其所以然 对不对 然后知道前面 然后你再知道说 怎么去反应这个事情 对吧 好 今天一位时间关系 非常谢谢王志胜志胜来到现场 谢谢志胜 是谢谢志胜兄 谢谢 待会儿请继续收听 DJLX所主持的 POP国际线欧美航班 我是郑诗诚 我们下周六同一时间再见 拜拜